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卖的东西甚至包括9块9的低端商品 一场直播随随便便就卖了三个亿 有网友悲伤地说 向太卖的廉价商品恐怕是自己都不会用的东西 但是却把穷人的钱包彻底收割了一遍 之前网友发现 别的主播可能都是在自己介绍产品 来增加观众对他们的信任度 而向太直播风格就大不相同 他大多时候就是站在旁边撑个场面 不参应产品介绍 想必这也是众人质疑他 根本没有认真选品的重要原因之一 向太公开道歉的原因 并非觉得自己收割了穷人 良心过意不去 而是觉得自己直播的表现并不好 原本还可以表现更好 赚更多 不仅如此 向太还表示 自己的直播团体整体表现也有问题 尤其是配合问题 为了拉近和粉丝的距离 向太还说 我卖的东西我也是和大家一样 都是日常用的东西 当然了 向太的话 很多人觉得听听就好 并不会当真 毕竟能随随便便吃鲍鱼的人 谁会去吃草鱼 看着向太的道歉直播 有网友表示越看越心惊 越看越害怕 社会已经如此残酷了吗 一个富可敌国的娱乐圈大姐大 一场直播随随便便就卖了三个亿 竟然还在自我批评 之前向太陈兰还罕见发文分享了日常 向太认为 瘟疫下一定要保持好的心态 心态决定命运 日子反正都要过 要开心地过好每一天 向太透露 她从香港到台北看孙女 几个月后带家人回大陆 全国跑来跑去 三十年不做饭的她 现在成了家庭主妇 每天洗菜做饭学习新的菜式 来吃饭的人太多 一日三餐忙得满头大汗 但只要听到客人的赞美 就一点不觉得累 想必向太不是在上海 不然不可能每天请客人来家里吃饭 不过她认为 自己的生活跟上海的朋友一样 几乎足不出户 一直用手机买菜 可见无论是大明星 还是百姨阔泰 女强人 在疫情下 都跟咱们普通老百姓一样 喂三餐忙碌和抢菜 充满生活的烟火气 但是回顾向太当年的情势和豪门上尉时 同样充满了腥风血雨和明正暗斗 我们才知道世界上没有人可以随随便便成功 1959年1月15日 陈兰出生在台湾 老家在黑龙江省哈尔滨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陈兰父亲流落到了台湾 娶了当地一个女人 组成了小家庭 不得不说 小时候的陈兰真的是命运多串 差一点点就离世了 六岁的时候 陈兰被确诊为白血病 即便是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 白血病的治疗也非常困难 或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陈兰恰好遇到一个捐献骨髓的人 还和自己高度匹配 就这样 陈兰从死神手里捡回了一条命 从此开启了逆袭的辉煌人生 在大学里 陈兰以其恶诺多姿的身材和俊美的外表 成为学校里当之无愧的笑话 追求陈兰的男孩子 更是排起了长队 甚至就连一些外校学生 也慕名前来一亲方则 然而 陈兰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 自己差一点就被亲妈给毁了 陈兰的母亲没有文化 却酷爱毒 家里值钱的东西 早就被母亲输了个精光 为了搞钱 母亲竟然把主意打到自己漂亮的女儿身上 她要把女儿卖给一家歌厅 面对丧了良心的妈妈 陈兰气愤不已 和母亲大吵一架 甚至不惜离家出走 也正是陈兰的疑死抗拒 让母亲打消了逼迫女儿的打算 陈兰也答应帮母亲还赌债 但是前提是不能再赌 为了挣钱给母亲还赌债 陈兰再也无信学业 转身去做了一名专业模特 都说十八的少女一枝花 出落得甜甜欲裂的陈兰 被当地首富给看上了 然而陈兰却有自己的想法 并非有钱的公子哥 自己就一定要嫁 首富花了很多钱 母亲早就巴不得女儿嫁给有钱人 但是陈兰一直没有答应嫁过去 与此同时 陈兰未来的丈夫向华强 正在人生的第一段婚姻 追求李小龙前女友丁佩 向华强不顾所有人的反对 一心一意地照顾丁佩 并且最终娶了丁佩为妻 婚后的丁佩 也为向华强生下了一个女儿 成为两个人爱情的结晶 但是不得不说 丁佩的出身 尤其是和李小龙不亲不楚的关系 让向华强父亲非常讨厌 据传 向华强父亲 临死前都没有承认丁佩这个儿媳妇 更让向华强有苦难言的是 丁佩因为李小龙的关系 整个人变得神神叨叨的 开始潜心修复 对向华强的关心也越来越少 在这样的氛围下 向华强只能戒酒娇丑 一次偶然的机会 向华强认识了陈兰 说话风风火火 做事绝不拖泥带水的陈兰 给向华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于是向华强开始疯狂追求陈兰 陈兰对风流倜傥的向华强 自然也是一见倾心 但是不得不说 陈兰是非常清醒的 对向华强只说了一句话 喜欢我 唯一的途径就是结婚 于是陈兰回去后 就和富豪男友分了手 退还了所有金银珠宝 而向华强也鼓足勇气 回去和丁佩离了婚 和向华强结婚后 年仅21岁的陈兰被人尊称为向太 开始全心全意的阿里丈夫的事业 表现出卓越的经商天赋 向华强和弟弟向华盛开的永胜电影公司 一开始由于经营不善 一度面临倒闭的危机 即便是向华强也曾经蒙盛了换行业的想法 但是向太说 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为什么要退出 之后陈兰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 说服了周润发等大盘明星 第一片酬拍摄了《赌神》系列电影 正是这部经典电影 一举救活了公司 让永胜成为和家和其名的电影公司 有了钱的陈兰开始鼓励丈夫花钱 当别的电影公司 对演员斤斤计较片酬的时候 陈兰却到处帮助那些落难的明星 刘德华打官司没有钱 陈兰一致千金拿出四千万就集 张博之和戏停风昏变 事业一夜之间崩盘 一度破罐子破摔 是陈兰不计成本地拉了张博之一把 接连让其主演了好几部戏 被张博之称为干妈 李连杰拍戏 遭遇黑道的威胁 走投无路之际 是陈兰出手救了李连杰 不仅让其拍摄了 黄飞鸿之铁骑斗无功 魔教教主影视剧 还直接帮李连杰摆平了黑道的威胁 所以至今李连杰也说 自己娱乐圈的恩人也就像太一人 婚后的陈兰对于丈夫的拿捏 真的是无数女人的活教材 娱乐圈大姐大还真不是盖的 众所周知 向华强长相高大帅气 要想身边没有女人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陈兰的原则就是 丈夫为女人花点钱 搭当闹闹是可以的 就当游戏一场 有些事情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是绝对不允许加息斟作 当然了 陈兰跟着夏华强 将一个拼邻倒闭的小公司 发展壮大到身家百亿的规模 这也是夏华强尊重老婆的原因 所以夏华强和一些小明星 再怎么样亲亲我我 也不会不准是回家 但是陈兰有一点是不允许任何人动的逆拟 那就是绝不允许身边姐妹 打自己老公的主意 关芝林是红继一时的女明星 和陈兰关系也非常的好 两个人甚至以姐妹相称 关芝林的情势在圈内更是以荒唐促称 喜欢的对象要么是富豪 要么是有女朋友的 甚至是结了婚的男人 对此关芝林不宜为耻 反以为荣 甚至在电视上接受采访 也大谈自己与众不同的恋爱观 1991年 关芝林与夏华强悄悄走到了一起 有了暧昧 结果无意间被陈兰得知了消息 一向嗡嗡尔雅的陈兰 直接泼了关芝林一杯水 又再打了关芝林一耳光 陈兰说 我把你当姐妹 你却在背后给我拆台 如果你和她保持距离 还是我的好姐妹 关芝林思虑再三 不仅答应远离向华强 甚至还认了向她的儿子向左做干儿子 陈兰也兑现了承诺 和关芝林依然姐妹相称 到现在的关系也非常要好 陈兰如今已经63岁 身家早已经过百亿 功成名就 却还在自自不倦地直播带货赚钱 比我们有钱 比我们年纪大的人 都还在拼命努力地赚钱 作为更年轻的我们 和60多岁的香泰比起来 还有什么不努力的借口呢 无数的明星也纷纷发生力挺香泰直播 这也侧面说明 香泰的人脉资源之广泛 不得不说 在如今网络带货的大风潮之下 名人带货已经是无可避免的事实 我们期望的是 香泰陈兰可以利用自身的影响力 严把带货品质 不要像某些无良明星一样 用一些假冒优劣商品来挥有粉丝 赚昧良心的钱 但香泰的生活距离普通人生活太远了 所以再怎么演 再怎么努力 也很难做到接地气 大家觉得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鱼记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